十二年裡面 我的人生都是活在謊言當中 共產黨政府當時把我抓進來 把我關起來 那個世界裡面 他把我關上的理由 沒有一樣是真實的 那我覺得是說 我的人生在那個時候 我真的是活在 不知道活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只覺得是活在謊言當中 我最近出了一個時候 就知道謊言世界 活在真相 可是在這上面 他並沒有把他標出來 那本書是 因為不是遠近處的 所以他們不會把他標出來 因為我一直都非常近處 過來過去 我是馬來西亞僑 我一直是幾年生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當年是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 可以說是比較落寬的一個國家 馬來西亞為什麼會 人家說馬來西亞為什麼會有共產黨 這些共產黨所謂的馬共 就是當時候的 不管是華僑也好 不管是當地的馬來人也好 當地的印度人也好 他們為了抗日而組織起來的 那抗日 二次世界日本投降以後 這一群人 包括在當地的馬來西亞人 他也一起的來抗英國 因為馬來西亞是英屬地的 抗英國 那馬來西亞獨立以後 馬來西亞政府就把這一群 所謂的抗日分子 所謂的抗英分子 這些所有的華僑全部 馬來西亞都把大陸 共產黨的行列 說他們這些人都是共產黨 所以這群人呢 大陸人都是跑到山裡面去 但是馬來西亞政府還是不放共產黨 還是把他們一一救出來 馬來西亞政府有一個好處是 他雖然救出來 這些人是共產黨 也不一定是共產黨 他認定你是共產黨 可是馬來西亞政府都是無槍斃人 他沒有把任何一個所謂的行列 共產黨把它清閉掉 他把他抓到以後 一是把他送回泰國南部去 泰國南部 各位如果我是對泰國人認識的話 泰國南部有一個叫做霧洞的地方 霧洞的地方 就是那時候所謂的馬共城地 他住的地方 然後大部分的人都會送回去海南島 目前在海南島 有還很多很多的 馬來西亞的花僑 住在那個地方 這區花僑就是所謂的共產黨 這個就是馬來西亞共產黨的研究 就是這個樣子 我是1949年生的時候 我1967年來台灣 一天 一天 一天